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7月18号礼拜四的晚您好 台事新闻 我是侯奈荣 投料讯息带您来关注到台铁发生了汗轨机出轨的意外 就在凌晨3点 新左营到高雄之间 台铁委外厂商汗接钢轨内轨时 操作不慎导致两轴出轨 人员紧急进行抢修 直到10点半才复轨完毕 一共大约有5300名的旅客行程因此受到了延误 台铁表示因为事故影响超过45分钟 可以办理退票或换票 这一次的出轨事故如果确定是厂商的疏失 将会一约求偿 汗轨机出轨台铁紧急进行抢修 人员在现场把握时间抢修副轨 新左营到高雄之间列车因此延误 原来凌晨3点台铁委外厂商在新左营到高雄 东正线施工焊接钢轨内轨 疑似将固定钢轨的扣件打掉太多 导致汗轨机移动时两轴出轨 酿成事故 汗轨机出轨让列车延误 旅客受阻 不少通勤族发出哀嚎 学生上课迟到 民众抱怨怜怜 我比民众接车的高雄 现在民众就扣了 本来是要做什么吗 有时候浴在车会做生理 觉得很没耐 没耐 刚看手机是延迟没有那么久 然后到这里看越延迟越久 只要去上课还是 上课 大家会不会来不及啊 会知道会知道 直到上午十点半台铁赴轨完毕 整起事故影响二期列车班次 大约五千三百名旅客 台铁表示因事故影响 超过四十五分钟的旅客 可办理退费或换票 至于整起事故 经过运安处调查 若是确定为厂商因素 也会一约求偿 汗轨机出轨是厂商人为疏失 还是有其他原因 运安处将会进一步厘清 查明真相 记者王超群高雄采访报道